除此之外呀 在朝鲜人的史书当中也有记载 那里边写的就更玄乎了 不但说这靖妃娘娘回到了草原 并且回到草原之后啊 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还给这个顺治皇帝生下的一个儿子 这呀还不算完 这娘娘啊还写子改嫁了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感谢您再次光临我的书场 今天呀咱们继续发执这个顺治皇帝 和孝庄皇代后之间的关系 顺治七年的十二月份 大清摄政王都尔滚 在家呆的闲得慌 非要去这个郊外打猎 出了北京城到了京郊之后啊 那就是跨白马挥长刀 呱唧呱唧就是撩 玩太嗨了呀 从这马上出流下来呀 脸着地咳死了 顺治皇帝接了信之后非常惊讶 可想而知 他的心情是很忐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都尔滚呢 虽然专权蛮横 但他必定是年轻的小皇帝 身旁的一棵政治大树 是小皇帝的政治倚靠 他这一死啊 这顺治小皇帝呀 有点失了主心骨的意思 可是没过多久 他心理上就达到了平衡 哎 逐温的达到了满足 为什么呢 你想去吧 这个大权独揽的滋味啊 咱们普通人是不好体会的 我想呢 肯定是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转过年来顺治八年 这大清国的朝廷上下就开始给这位小皇帝顺治 张了婚事 实际上啊 这名婚事是早就定好了的 是摄政王活着的时候 和两宫皇太后商量着来的 就是顺治皇帝的嫡母孝端皇后 和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皇后 也就是哲哲和穆不泰 这桩婚事啊 是这个哲哲穆不泰 还有摄政王多尔滚三方满意的一件婚事 对多尔滚这个政治家而言 和这个草原上的通婚老炮 博尔吉吉特式的这桩婚姻 那更是北方疆土的吻上加固 对于后宫呢 这位新娘子 博尔吉吉特孟古清 是孝庄后的亲侄女 孝端后的亲侄孙女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两位太后的心理上啊 那自然也是美得开花 这样一来呢 自己娘家的势力啊 在整个草原 乃至整个大清国安 那算是拔了头筹了 说起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啊 那办的呀 别提多宏大了 礼部的那些清单呢 我在这就不给您念了 我给您说说 这西方传教是如何记录的 他们说呀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庞大 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 我亲眼见过 西达达给满清皇帝 八万匹骏马作为嫁妆 娘家人对这桩婚事 那也是十分满意 蒙古克尔亲亲王乌伯善 就是这皇上老丈人新娘子的爹 他虽然是皇上的亲舅舅 但是有这么一份殊荣啊 仍然认为是自己家族莫大的荣耀 这老王爷 他可不担心呢 自个儿的女儿 到了宫里之后 被冷落被欺负 为什么呀 首先缝在这摆着呢 自个儿的女儿嫁进宫里 那是正宫的国母皇娘 再者了 这婆婆 她好处不是吗 姑舅亲 辈辈亲 打断了骨头啊 她连着筋 女儿的两位婆婆呀 一位呀 是自己的姑母娘 一位呢 是自己的亲妹妹 所以呀 肯定不能欺负 咱们家的孩子 您瞧没呀 这简直啊 就是普天同性的 皆大欢喜 整个大清国呀 要我说当时 就应该是两个字 乐呵 可是这里边啊 他有一个人不乐意 谁呀 是这件婚事的主角新郎子 顺治皇帝 弗林 那他怎么不乐意呢 首先觉得 他认为这个摄政王 多儿滚一死啊 自己好不容易轻松 他回想起来呀 这摄政王这些年 把自己压制的 哎 他简直就是欺负的 那是够不够的了 摄政王多儿滚 坐在自己的身边呢 他既是自己身边的 一棵苍天的政治大树 他也是自己 无限的政治阴影 当年订这桩婚事的时候啊 就压根没人 跟这小皇帝商量 如今这多儿滚的 都已经死了 自己凭什么 还去娶那个 自己并不怎么熟悉的表姐呢 很明显 这小皇帝顺治啊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 他认为啊 没爱情的婚姻 那就是坟墓 那还不如 死了算了呢 至于在这结婚之前 这顺治皇帝是怎么抗争的 我想啊 这不用我说 你也能猜得到 这电视剧里呢 也都交代过 但是总之啊 这胳膊 他没拧过大腿 多儿滚 虽然死了 这摄政王不在 皇太后在啊 那皇太后啊 还是执意 让他娶自己的侄女 为皇后 就这样 没办法 在顺治八年的 8月13日 顺治皇帝 正式册封 博尔吉吉特 蒙古清 为中宫皇后 要说起来啊 这太后下嫁一事啊 有影没影的 咱们不好说 专家们 不是也打了 三百多年的嘴上官司吗 可是我觉得 真正导致 顺治皇帝 与孝庄文皇后 母子失和的 就是从这顺治皇帝 大婚开始 那么这位皇后 她长得如何呢 长得如何呀 别人说了不算 顺治皇帝 是很讨厌 自己的这位表妹皇后的 可是啊 她形容起 这位皇后的姿容来啊 她自己都这么说 她说这个皇后啊 怡荣举止 足称加厉 又极为聪明灵巧 但是 但是来了啊 但是一认为 她是一个心术不端 和嫉妒心很强的人 憎恶身边的年轻貌美女子 欲害死她们 又喜欢奢侈的生活 多任意糟蹋东西 不爱惜 用膳食啊 看见有一件器物不是金的 她就会不高兴 就会发怒 她所成的车马呀 都以朱玉彩色私质品 来点缀和装饰 因此啊 这顺治皇帝 选择一宫别住 不再接见他 得着新婚燕耳啊 这两个人就分居了 要说分居啊 这么简单也就好了 他顺治十年 八月二十四日的时候啊 皇上传旨内院 参考前代废后的例子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啊 这皇上要把这皇后废了 这会儿啊 皇上跟皇后结婚啊 刚刚两年多一点 这一帮子汉臣呢 大学士冯泉 陈明夏等人啊 就苦苦的上奏折 劝皇帝不要废后 但是都没等成功 哎 有人说这个大学士这些臣子 为什么非要上奏折 管皇上这些家事啊 当然这里边有啊 这皇上废后这件事情啊 他不是广是爱心觉罗家事那么简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朝圣皇太后 从中指使这些官员上奏折 可是终归是苦炫不成 最后这孝庄皇太后 也只好答应了顺治皇帝废后 哎 这皇上的心思啊 都体现在这废后诏书上了 首先他说呀 这皇后啊 不但生活奢靡啊 而且呀 好嫉妒 他要是看见这皇上对别的女人好啊 哎 他就憋着害人 这皇上认为自己呢 这平时生活很是节俭 于是啊 就觉着就是跟这样的媳妇 他过不到一块去 所以他要废后 可是这些理由啊 都是皇上自个说 他也没有什么实据 想了半天啊 也想不出来 这个到底皇后有哪失德 所以说呀 干脆就给这皇后安了一个罪名 什么罪名啊 无能 哎 这个圣人有道啊 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中国呀 他谴责 因为女子无能啊 这 太牵强了 总之啊 这稀里糊涂的正宫国母皇娘 一下子就变为了境妃 从这个昆宁宫当中也搬出来了 一句策宫居住 那么这个策宫是哪个宫啊 这官书上就没有记载了 不过据作家王俊伦推测呀 这座策宫啊很有可能是紫禁城当中的西六宫里的永兽宫 他的这个推断理由挺麻烦的 不过要让我推断呢 也差不多 这永兽宫在哪啊 这永兽宫啊 在西六宫的最前端 也就是说呀 他离这个皇上住的前竞宫 猴了远猴了远的 让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既然我不喜欢你嘛 就让你啊 搬得离我远着点 省的这个抬头不见 低头见呢 互相看着都讨厌 那么这个废后 静妃娘娘的故事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了 您可别小瞧了 这位孟古卿 这娘娘被废以后啊 一咬牙一跺脚 人家也回草原了 有人说这真的假的 还有这种事 这娘娘还能回娘家改嫁去吗 哎 这事啊 不好说 我跟您说吧 这个话头啊 他确实有争议 不过让我说 那十有八九是没错的 皇后被废 降为静妃以后 在宫廷当里边啊 对这位娘娘啊 基本上就没怎么再提及过 再提到她的时候啊 那可就是康熙年了 康熙元年 在内务府当当中 我们找到了几条啊 在康熙元年 关于静妃娘娘的记录 比如说什么人什么人 护送静妃娘娘啊 从草原来到紫禁城 并且呢 这个随着娘娘来的这女官啊 没带东庄 朝廷啊 还得给置办 还有一件呢 就是内务府的奏销当 说这个娘娘包杖当中啊 用过的这个器物 该怎么处理 那么这些证据 显然的指向啊 都是康熙元年 静妃从草原来到了紫禁城 我想啊 那大概意思啊 就是给这个顺治皇帝调丧 除此之外啊 在朝鲜人的史书当中 也有记载 那里边写的就更玄乎了 不但说这静妃娘娘 回到了草原 并且回到草原之后啊 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还给这个顺治皇帝 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呀还不算完 这娘娘啊 还挟子改嫁了 到了这个孩子 长到十四的头上 这清朝政府啊 才知道这件事情 跟人家要啊 人家不给 这娘娘说呢 你要是来抢孩子呀 咱们就开战 这高丽人呢 当然是看热闹 他不先事儿大 他们最后还加了一句 说这件事儿啊 早晚是这大清朝廷 和蒙古开战的原因 那么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娘娘最后还是回到了草原自己的娘家吗 哎 岔头来了 那岔头是怎么来的呢 哎 在这以后啊 又有学者在第一历史大案馆 发现了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什么呀 是嘉靖十二年 也就是1807年 十二月 军机处奉嘉庆皇帝的旨意 询问东陵 顺治年废后静飞的下落 这篇公文啊 是这么写的 贵衙门承办顺治年 静飞轰后 京官安奉何处 续于何年何日奉安 自奉安之后 如何遂时行礼之处 其诞臣 继臣 一并详查 自负本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嘉庆皇帝他想知道 这静飞娘娘啊 是埋在东陵 哪儿了 啥时候埋的 每年呀 对这个娘娘祭祀的情况是如何的 可是至今为止啊 我们并没查到关于这封信函的回执 难道说刚刚过了一百年之后 这静飞娘娘的下落就没人知道了吗 所以说这呀 他也是一桩迷爱 我曾经请教过著名的清皇陵研究学者徐广源先生 徐先生说呀 这静飞呀 被埋在了清东陵某处 不是没有可能 这顺治皇帝废后 也不过只是啊 关于婚姻问题上 皇帝和孝庄皇太后 积怨的开始 这热闹的回幕啊 还在后头呢 因为啊 这顺治皇帝的白月光 董阿飞 他来了 做个 véhiculo 好吧 Roma